HELLO 各位安安 我是魚丸 今天早上WBC的每日之戰真的有夠精彩 連漫畫都不敢這麼編劇 我看到日本網友有一個留言很有趣 他說這個腳本是菜鳥嗎? 真的看著我血脈噴髒喔 好爽 回歸正題 由於PCS今年改制 大洋洲賽區LCO的前兩隊會來打季後賽 分別為TB跟Chif 大家或許比較不熟悉 可以先點右上角的資訊欄去看我開季前的介紹 而今天我們是要來分析這兩隻隊伍的實力究竟是如何 Chif將在本周末對決CFO 而TB將對決IMP 那我們就開始吧 先從Chif開始 他們去年載制了大洋洲賽區 春夏兩季例行賽都高居第一 而去年更是打出12勝0敗的恐怖戰績 挺進世界賽 雖然最後以0勝5敗收場 不過不影響他作為LCO最強戰隊的地位 只是本季他們陷入低潮 第一階段7場只贏下4場 第二階段6次波中只有2次全勝 還2度輸給同樣晉級的TB 載制力明顯不如以往 本季他們總體勝率只有58% 真的很低 而藍方僅36% 紅方為77% 有明顯的紅方傾向 他們也很清楚這點 關鍵時刻都會選紅方 總計12次選邊機會選了5次藍方 7次紅方 接下來介紹選手 上路BioPanda是他們的大腿 本季一改以往的保守風格打得相當有威脅性 前10分鐘的KDA高達19 銀線率高G第二 雖然因為多次使用鱷魚跟卡上地 導致後期的輸出跟發育能力較低 但前期絕對是不可忽視的存在 只是他角色質也有明顯的問題 選角以團隊為重 坦克為主 後期比較強硬的分推鬥士玩得很少 從生涯來看也是如此 職業生涯5年當中 傑西只玩過6次 賈克斯5次 卡蜜爾2次 菲歐拉甚至都沒有玩過 這也難怪他後期這麼疲弱 或許在BP上可以針對他 打野8匹最著名的就是20年世界賽上的表現 隨後被TSM挖角前往北美 但可能是環境與實力問題 待不到半年就打包回大洋洲 回來後發揮一貫的載制力 今年多項數據都名列前茅 雖然他前10分鐘的金錢差是負的 但這也顯示他前期比起發育 會花更多時間在Gank跟掩護上 尤其高達50%的首殺率 前期必須非常小心他的進攻 本季主要使用悟空、豬女、菲埃這三隻英雄 其中又以豬女的83%勝率為最高 要特別注意 這跟他們上路喜歡玩鱷魚 中路喜歡阿卡莉、賽勒斯有絕對的關係 反倒是沒什麼在玩春季很猛的茂凱、蜘蛛 喔對 他其實是一個奈德利跟家文的絕活哥 奈德利生涯29勝10敗 很誇張 而家文也有25勝14敗 最近也能玩可以留個心眼 中路Kisset開季我稱他為大洋洲最強中路 因為他才剛滿20歲 在大洋洲圈內的評價就已經很高了 雖然他本季在中後期的發揮依舊高水準 但他前期出現非常大的問題 前10分鐘KDA跟銀線綠都排在聯盟墊底 完全是一個大破口 或許這也跟選角有關 他本季以近戰法師跟近戰鬥士為主 像是阿卡莉、賽勒斯、卡薩丁 這也難怪前期數值這麼差 PCS各隊或許能針對這個痛點打 其他英雄看起來就一般般 下入Race看圖就知道 毫無疑問是隊上的大大大腿 各項數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他跟巴皮在20年同為隊友 也隨後前往北美打拼 不過他打了整整一年半 雖然成績不佳 但期間都是唯一先發 如今回到比較弱的大洋洲賽區 宰致力又回來了 從選角類型來看 他打線或許沒那麼激進 前10分鐘KDA高可能是對手強度問題 但還是必須留意 畢竟他是隊伍大腿 一定有很多戰術圍繞 本季他值得注意的是傑莉與差亞 勝率非常高 差亞甚至沒有輸過 而且他有一手達瑞文可以用 不過陸仙只玩兩場 也能看出他認為傑莉大於陸仙 還有最近堪稱打線最強的法洛士 這他眼裡好像也不強 只使用兩場還都落敗 凱特琳也是僅玩一場 然後雖然他是亞菲利歐的絕活 生涯27勝12敗 但本季玩三場都輸 或許會影響之後選的意願 輔助阿達多里克 生涯都在大洋洲賽區 前兩年成績是非常優秀的 非一及二 別看他在整隊中相對不起眼 他可是隊伍上的進攻發起者 普遍使用開戰強的英雄 基本的雷歐娜 那第五師不用多說 最近很強的安妮也玩得挺好 還有一手絕活瑞空 生涯26勝11敗 如果搭配到瑞斯的叉雅 那看起來將很難對付 至於他也會玩軟斧啦 但用得很少 稍微注意一下貓咪就好 雖然剛重置 但他生涯7勝0敗 至於選手積分的部分 我都有找到 但我覺得沒什麼好講的 大洋洲積分強度低 他們也打得少 甚至還不太玩自己路線 不過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可以點開研究 接下來看到BP的部分 先講BAN角 第一輪他們很明顯的去BAN 凱特琳、艾希、法洛斯 艾希在這個版本已經比較弱了 而且在PCS也沒有那麼強 他們或許不會BAN 但凱特琳跟法洛斯在PCS還算常用 這樣子的BAN法 絕對是自己不玩 我猜他們第一輪高機率要BAN掉這兩隻 第二輪BAN雖然看起來比較雜 但很明顯的以中路角為主 畢竟他們中路的選角順位稍微靠後一點 選角我們剛剛都講過了 選角順位也沒什麼特別的 總之就是打野下路優先 上路則會小於中路 畢竟上路比較少玩鬥士 那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嘛 我們要吸取前人的智慧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他們在大洋洲的對手 都是怎麼BAN的吧 第一輪以瑞空、豬女、菲艾為主 第二輪基本上會針對Kisset的 MAN角、塞勒斯跟阿卡莉 這邊提供給PCS隊伍們參考參考 最後我們來看他們對戰各角色的勝率吧 他們非常擅長打九桶卡桑蒂 納爾更是五戰全勝 至於不擅長的英雄倒是還好 頂多法洛士一勝三敗跟卡瑪三場都輸比較慘 由於樣本數少 其他看起來都還可以 總結一下 面對去福這個前期以上中野為核心的隊伍 打線必須更加謹慎 進入後期他們的勝算就低很多了 我覺得不要他們拿到鱷魚跟豬女 打線強度就會掉很多 而且我覺得REST跟GMAN應該比較強 壓力不大 唯一隱憂就是CFO本季下路比較不穩 如要對上去福最強的下路線 需要更加謹慎 最好還是投入多些資源來針對 整體看下來 以去福本季的水準來看 我認為CFO大概能3-0或3-1拿下 至於大洋洲另外一個戰隊TB我們就明天再講 然後數據圖我也會放在FB 有興趣的可以去FB看 如果你們喜歡這樣子的數據影片可以訂閱按讚分享 來支持我產出更多數據相關的內容 這個也是我的興趣啦 不然我也不會做這麼多圖嘛 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也能從中認識自己比較不熟的一些隊伍 提升台港澳圈LO的討論度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邊啦 我是漁王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